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1年1月16号 欢迎收看地产世界第二期 我是瑞 各个国家由于房产环境 法律制度不同 买房时面临的各项问题也不尽相同 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海外投资地 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国人的青睐 那美国在房产制度 房贷政策 产权性质方面 更有哪些不同呢 美国的房子具有永久的产权 但是平常的养护成本 确实比中国高多了 那么在美国养一套房子 到底需要哪些费用 有多贵呢 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是 地产经济商 辛迪你好 辛迪 哈喽瑞你好 大家好 首先呢 我们就步入正题吧 好不好 这个中国的房产 和美国的房产的区别 养一套美国的房产有多贵呢 没问题 这个首先我们讲 它那个美国房产 和中国房产区别 主要在于它的什么 它的产权 在中国是没有这个产权 这一说 它只有使用权和居住权 但是它并没有那个永久产权 而在美国是有永久产权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造成了在美国 它是有那个叫做地产税 它有这个proper tax 而在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呢 因为近年来的话呢 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城市 一线城市 有很多那个就是 怎么说投机 炒房的那些购买人群 所以说的话 其实很多一线房产的话 平均一平均 有些甚至有些地方更高 还有20%到30%的话 是空置的 就是一些炒房的人 就是投机炒房的人在炒房 但是房子是空置的 所以说政府呢 就发了一些 就是强制性的 就是issue 就是说 在某些一线城市的话 它会强制性的收 0.5%的税 但这个的话 我并不认为有太大的作用 并不能够压制 中国那种炒房的那种热潮 但在美国的话 这个地产税是每年都得交的 在美国 in average平均来说的话 是大概是1%到4% 1%到4的 整个房产的价值 1%到4 它是购买 购买的purchase price 就是你在购房的时候 购买的 但是它会什么 它是政府 它会每年会调 根据那个inflation 或者是它的value增长的话 那个增值的话 它会上调 但是那个调的幅度 非常非常小 但是它的第一次的话 就是assess那个text的话 是根据你的purchase price 你的购买价格来算的 在比如说在加州 我们是大概是1%到2%的地产税 而在其他的 而在其他的那个 就是州的话 它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平均来说是1%到4% 那至于说在美国的话 你要养一栋 养一栋房子 它的费用 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 有简单的提到 今天跟大家 大概详细的说一下 第一个呢 最重要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地产税 property tax 那property tax的话 它其实里面 还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你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property tax 还有一个就是 Mail Rose 那个是叫做 special assessment 它是一个特加税 这个刚才我也提到 property tax 根据它的purchase price 就它的购买价格来算的 但是那个特加税呢 special assessment 它不是根据你的房子大小 或者是你购房的 那个价格的高低来定的 它是每个政府 它的每个accounting 它会有它自己 不同的那个什么 那个收费标准 可以这么说 OK 它的这个Mail Rose呢 它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为了公共建设 公共设施吧 就是比如说高架桥啊 或者是说 比如说那个消防站啊 或者是学校 其实像学校的那个 学校的资金的话 很多运用资金的80% 都是来自于地产税 所以可想而知 很多地产税的话 其实是去 就是说投入到一些公共设施 包括买电缆线啊 或者是开发税啊 所以七七八八的话呢 就全加了一起 那政府呢 就像是相当于是 一宿我刚才也跟你聊了这件事 相当于是一宿一个什么 叫做 minicipality的那种债券一样 叫mini bond 那就有点像是这种债券 它是30年为债期的 30年债期 所以说你看那个什么 这个特加税 Mail Rose它是什么 它是逐年递减的 它逐年递减 它并不是说永久 对 因为什么 因为你新房 新区的话 新建的房 它很多开发税 很多公共设施 都要建立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就才会一宿这个bond 这个债券 然后的话 30年再期的话 慢慢慢慢 You know 就大家一起付 一起付 到最后的话 就会递减 就越来越少 到30年基本上就没有了 所以你要是说 对买房的人来说 你要是说 不太愿意付这个 这个special assessment 这个特加税的话 你就应该去选择老区 30年 或者甚至是30年 以上的那个房龄的房子的话 那就不需要担心 那个Mail Rose 这个special tax 然后第二 对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房屋保险 我之前也提到 房屋保险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特别是在有些 有些natural hazard 就是有些自然的灾害的地方 比如说火灾地震 龙卷风啊 或者是这些地区 你肯定是要 make sure你有这个保险 防务保险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国人来这边买房的话呢 他们没有这个习惯 特别是很多 像2013年到2017年吧 大概就是中国人来美国买房的 70%的成交的 70%都是现金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什么 现金买房 你是不需要一定要买房屋保险的 所以很多人的话 就忽略了房屋保险这个环节 但是如果你要是贷款买房的话 房屋保险是必须要买的 要不然的话 银行它不会让你 有过户 不会让你买 因为什么 你不买保险的话 银行它这个抵押品 也就是这个房子 它没有保护的话 它是会 重担风险太高了 对 对银行来说 它是要起到一个封控的作用 所以它一定要强制性的 你一定要去买保险 但是因为很多中国大陆来买的客人的话 他们没有这个习惯 或者是现金的话 就忽略了这一点 或者有些agent也没有提醒他们 就常常不用买保险 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客户 他就是买了房子以后 他没有去上保险 然后的话 不知道是家里的清洁工 还是谁不小心 把楼下地下室的一个水龙头 忘记关了 然后就留了大概 应该有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没人发现 没人发现 因为那房子空的 那房子基本没人住 然后的话 就一个月之后 正好碰巧 就给人发现了 就发现地下室 已经基本上是进到 基本上是快进到屋顶那么高了 就是一个多月的话 你像每天留 白天晚上留的话 就这个水 水位很高了 等于地下室整个都被淹了 所以说的话 这个就强调的话 就是有保险的好处 当然这个是意外 似乎不是说自然灾害了 但是也就是说 你有这保险的话 你这些方面可以 就是说屏蔽一些风险 而保险的话 它不是说根据你的房子的价格 就是购买价格 或者是说 或者是房子大小 来定那个 就是那个保险价位 保险费 保险费呢 它其实是根据 就是你的房子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你是靠近 那个火灾区 对 是位置 比如靠近火灾区 或者是靠近 那个水灾啊 或者地震区的话 它会根据这些情况来 来标注你的 那个就是你的保险的高 那个价位的高低 而且还有一点呢 就是另外一点 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就是有些人说 我买了房 比如说我上了保险 他很自觉 我上了保险 或者agent提醒他了 买了保险 那回国了 一年半再 后来想起来 我不回来了 特别是现在疫情 我不打算回来 你帮我出租吧 那出租的话呢 他就要什么 要把这个home insurance的什么 自住的保险改成什么 rental insurance 出租保险 但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的话 这个房屋业主本人也忽略了 或者是呢 他的agent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很多agent的话 他们其实是做brokerage 他们是做买卖 并不是做什么托管 物业托管 所以他并不是专业的 物业托管人员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其实没有这个 潜在意识下面 没有这个习惯 去帮你换 从那个自住的保险 换成rental出租保险 那你不换的话 如果万一你出租给别人 别人在你家里种大麻 那你就搞倒霉了 那你这个房子 就可能被摧残掉了 是吧 那这个还有一个 那个责任险的话 其实也很 也需要注意 就是出租给租客的时候 你需要make sure 你的租客呢 会去买一个叫做 责任风险liability insura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他在你的这个物业里面 在你的房屋里面摔倒了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弄 受伤了 他可以说 你这个地板太滑了 或者地板没做好 或者地毯太长 对 太长了 或者地毯太厚了 我给办了 是你的错 那那个时候 你就说不清楚了 是吧 那这个 所以说的话 一般的话 这个 所以说如果是说 真的要出租房子的话呢 真的是要找专业的 那个物业托管公司 这是最明智的做法 因为你交给agent去做的话呢 agent 大部分agent 他是做房屋的买卖 并不是出租 所以说他很多地方 不一定会那么周到 或者是那么细致 而且的话 他做房屋买卖比较忙 他也不可能有低时间 你哪里水管要修了 或者哪里要修房 去出租的话 他可以低时间赶到 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托管 因为美国的工种 是分工很细的 托管和买卖 是两种不同的工种 所以最好呢 是不需要 最好是不要混在一起 像我们的专业的 做买卖 我就不专业 我就不会去做托管 但是我们公司呢 有专门托管 就是有什么 有专业的托管人员 来专门管 这些托管服务 所以这是两种 不同的概念 我提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呢 这个防护保险里面的话呢 也分这两种 自助保险 还有一个出租保险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第三个费用 就是它的 就是我们提到的HOE费 物业费 物业费 中国好像也有物业费 我记得 因为有些高档社区 应该也有吧 我记得 是 都有物业费 但是好像这个 中国的便宜很多 对 那是 像我们在新港这边的话 物业费每个月 是大概平均 五六百美金 一个月 哇 这么高 对 我们 我们在阿普兰 这个我家在阿普兰 是大约一个月二百块钱 嗯 那也也算 也算不算特别低吧 也不算特别低 有些也不算特别低 那在有些小区 在新港有些社区的话 特别是有些业主的话 买的那个地特别大 它是double lot 两块地拼在一起的话 那它的威约费的话 就是两倍 比如说你 这是按地收费的吗 并不是 它是 它是 有些HOA 它是这样 按照你占多大地块 因为比如说 你的你什么 你占两块地 那你为什么 HOA它是维护的 什么common area 的维护嘛 就比如说 你那些公共区的 那些区域的维护 那个mignance 叫那个绿化啊 维修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的话 你占的地月大 你的公共区不是更大吗 所以它就会给你 两倍的费用 所以这个有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买房之前的话 看看它的持有成本 这个HOA费里面 是一个 应该多注意点益 特别是呢 像买一些condo 或者是公寓的话 烟排房 counhouse 或者是这样的房子 类似这样的房子的话 它的那个 就是HOA费 相对来说比较贵 特别是酒店式的公寓 高档住的公寓的话 它那个有些甚至超过一千 像在Urma 有一个就是 比较贵的那种 luxury condo 它的话呢 就是叫做plaza 它那个名字叫plaza urban plaza 它的话 每个月的那个物业 我记得是1200 相对来说比较贵 但是它涵盖的服务很多 这东西就是说 你看你自己 你如果是觉得 你希望它 能够帮你take care of a lot of things right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付那个物业费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像average 像在townhouse 大概也就四到五百 那四到五百 像举个例子 像在urban的那个 就是 它有个叫做 叫park 我记得好像是westpark 在那个 司令我高速旁边 它的物业费的话 就包括一个叫master community 还有一个sub community 那真的是两个社区的 那个物业费加在一起 它基本上每个月 也大概也是三十百美金 我记得是三十百美金 一个月 所以说这个的话 你就要去 看那什么 hoa的那个报告 而且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一点 就是有些的话 hoa费的话 它比较 比较什么 涵盖的比较东西 东西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外墙的粉刷 或者是屋顶的修理 它这个的话是包括在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一些保险 它会包括在这个 这个hoa物业费里面 但是有些的话 hoa的话 它不包括 它如果是外墙要刷 或者是要换屋顶的话 它还要每个业主要分摊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变成你不仅要交hoa费 然后到了要修理整理 或者什么样的 还得要去分摊费用的话 那这个所以说 一定要注意查看 那个hoa费用 那个什么hoa的资料 它会在你过户之前 它会提供你说的这些资料 所以一定要和你的agent的话 看一看 关注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而且平常有些客户 也会问我 他说这个hoa费太贵了 可不可以抵税 我也想抵税 是不可以的 自助房的话 是不可以抵税的 自助房的话 它这个hoa费 是否能够抵扣税务的 但是的话 如果你这个房产 你买下来的话 是投资房的话 作为投资房的话 那这个hoa费 它是可以抵扣的 它可以作为什么 就是你这个rental property 这个出租房的一个 expenses 一个费用 明白 hoa的话 说实在 我自己住在hoa 那个小区里面 我真的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既爱又恨的感觉 就是说 爱的话 就是说呢 它能够维护整个小区 统一的管理 各方面的话 能够维持持续压 或者是整个magnet 它都会做得很好 但是的话 有时候也太管闲事了 但是我们 就是 而且 而且我觉得它的power 也是挺大的 有些人可能不需要 你不要低估它的power 它的那个 它的权利 有些中国人可能不太在意 不太习惯 觉得朋友 我还给你钱 你还管我是吧 对 我给你钱 你还管我 而且管得还挺宽的 这个可不可以做 那个可不可以做 就是有些人很烦 你知道吗 而且的话小区的话 你要是犯规了 动不动就给你发个罚单来 或者怎么样 有些人说 我不付 我讨厌 我不认可 或者是我觉得 他说的不对 我不付 但是你不付的后果 是很严重的 我再强调一次 不付HOA 那个费 不管是它的 平常的标准的费用 还是他给你的罚单 你要是不付的话 后果非常严重 你看我家 我家是 刚买房子的时候 几年前 几年前是 大约是180 190的HOA费 也就是物业管理费 每个月 现在已经涨到了 200多块钱了 每天这个HOA 这些物业人员 就做那个 建那个减速带 就是现在我家 这个门口全是减速带 所以关于这个HOA费 很多人不太了解 是关于美国的房产 是不是这HOA费 是固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 是您刚才说了 condo townhouse 会有这样的物业管理费 是不是single family host 就是那个独立别墅 就没有这样的费用了呢 不不 not necessarily 不尽然 因为它这个其实的话呢 townhouse 就是说 townhouse和condo 它这个HOA费 是肯定有的 因为它有很多 shear的common area 还有外墙 也是连在一块的 屋顶也是连在一块的 它这个是肯定有的 但是single family residence的话 独立别墅的话 像高档社区 一般 那就更有了 有些的open community也有 但是所以说 你要是对物业费 HOA费比较敏感的话呢 你可以找一些 那个社区 它是没有HOA费的 就像我说的 HOA费它的权利也挺大的 你要是真的不付费用的话 它首先什么 它可以影响到 你的心态分数 它可以把你的 把你的欠的费用的话 直接作为一个 delinquent account 说明什么 讨债公司 collection公司 那你这样的话 就完全影响你的心态分数 在美国 心态分数一旦被影响的话 是很难 做什么都不方便了 你还得去修复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讨厌 而且的话 你要卖房的话 你要欠HOA费 那就更别提了 它会put一个link 也就是要留置权 在你的房产下 你连房子都买不了 所以它的权利真的是很大 你说我付你钱 你还管我那么多 还呼呼唤语的 这种感觉 真的也不太好 但是 It is what it is Cindy 您刚才说了 这么多费用 就可以看到 这些费用 其实都比中国的房子 要高很多 如果从投资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美国房子 更适合投资呢 投资回报率有多高 相比中国房子来看 那我再补中一条 刚才的话 讲美国的持有 在美国房产的 持有费用的话 还有一条 我差点忘了 跟你说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就是平常的要求 就是说跟生活类 有关的那些费用 比如说垃圾处理费 对 垃圾处理 污水排放处理费 对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 比如说cable啊 电缆啊 或者电视啊 还有网络啊 这些费用 七七八八的费用 这些的话 就是如果你在这边生活 这个是肯定要的 如果你这房子空置 那一般的情况下 基本上你的费用 也是minimum最少了 但是这个也不能忽略 特别是你要游泳池 我现在发现 我的客户有些很多 不太想要泳池了 都跟我说 泳池看似好看 看得很舒服 但是的话呢 真用不上 因为咱们中国人不太喜欢 对 使用力太低了 只是看一看 欣赏一下 但是真的要用起来的话 很少中国人会倾傍用 但是他们小孩也许会用 但是的话 你这个每个月 都要去做处理 所以说 比如说swimming pool 这个泳池啊 维护啊 清洁啊 包括园艺啊 就是你的这个花园 像我们家的话 是定期有园艺工来做 你不做的话 如果是家里的 这个园艺太杂乱的话 邻居就要把你告了HA的 我的邻居很管闲事的 真的 您这个不除草 然后之后HA是会管您的 真管我 给了我一个 因为我是前两个去年 我忘了 一段时间实在太忙了 我不忘了这件事 那那个时候 正好换了一个garner 我就忘记跟他 跟那新的garner 就是新的那个园艺工打电话 忘记跟他约了 忘记约了的话 就大概一两个几个月 好像就忘记 维护了我这个前院 后院啊 但是前院别人看得到 后院他也 也看不到 然后我邻居真的就 就告了HA说 这个Sandy 他们家这个前院有点乱 太没有 没有好好的维护 弄得我 收益上罚单 很冤枉 但是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我有意 但是就说他们这个邻居 特别是美国人 非常在意他整个社区的 就是那个 就是maintance 是明白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 我问您的问题 就关于这么多费用 比中国都高 那从投资角度来讲 是不是美国房子 那是不是合投资啊 我觉得美国 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大部分 人的话 主要是有common sense 都会认为美国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好的投资 特别是房地产 因为这个的话呢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从他的 historic performance 他以往的那个performance 当然他有上有下 有周期 房地产的周期 基本上是8到10年 但总体说来 美国的房地产 还是往上走的趋势 也就是说 他是在争执的 在争执的话 而且他呢 虽然说他的持有费用高 但是他的回报率 相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也要高 回报率有什么呢 回报率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你主要是做出租的话 你租金 那个他有现金流 有现金流 但是他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他的cash flow 是从那什么 rental property 那是passive income OK passive income 怎么解释比较好呢 就是说 你不需要通过劳动 不需要通过劳动 而获取的那个回报 那个就是让钱生钱 或者就自动的 就是比较消极的产生的 那个收入 就叫passive income 那他这个rental income 就属于passive income 就是消极的收入 而这个你是不需要通过劳动 劳动去获取的 你就是出输给别人 那这个是你的现金流 你的回报的一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 是属于什么 appreciation 就是他的增值 也就是他的增值空间 有多大 而他的增值率 每年的增值率有多少 平均来说 怎么去算 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在儿板 儿板的话 你如果是做出租的话 做住宅出租的话 你的基本上 年化回报率的话 就是跑掉所有的费用 基本上在3% 如果你要是说 其他费用各方面控制的好 可能是3.5 3到3.5 in average 平均来说 但如果你要是去Georgia 你要是说去乔治亚州的话 他那边的话 他的回报率 就是他的现金流的回报率 他可以达到10%到12% however 这个catch point 就是虽然说在儿板这边 他的现金流的回报率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 3到3.5 没有Georgia那么高 但是你先看看 儿板他的这个增值率 他的涨幅 你去看看 2013年到2017年 平均12%到15%的涨幅 过去20年的涨幅 大概是 大概我记得是 好像是5点多吧 5.8还是多少 6点左右 那这个的话 就比Georgia要高很多 那Georgia的话 他的那个 他的就增值速度 涨幅 特别慢 也特别低 所以说的话 比如说你10年前 在Georgia买一栋房 你10年后 可能估计 比如说10万买 你可能10年后 你也卖不了多少 也可能顶多也就 12 13 15万 OK I'm just randomly pick a number 那如果是在儿板的话 你看看 就是说 我上次好像节目里面 有提到 你2000年买的房子 2020年的话 就涨到160% OK 那那个速度 那是不能够相比的 所以说 你看每个房子的投资的话 其实你看的是 它的什么 Total return 它总的 总体回报 它总回报率 而不是它的片面的 就是现金流 有些客户 给我直接说 这个资金太低了 3.3到3.5 真的跟不是很高 就是跟inflation 正好勉强 可以跟那个什么 通过膨胀率 index的那个指数 差不了多少 勉强跟上 但是他没有想到 你这个的话 你持有在这个 虽然有paring cost 虽然有这些持有成本 但是你将来的话 你有这个增值空间在哪 所以说你要去评估 一个房产的投资的 它的回报率 你要看它的总回报率 就是total return 包括它的现金流的return 还有包括它的增值 appreciation的return 是这两样是要同时看的 而且的话呢 根据就是 我记得美国的associ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real estate 也就是说 美国它有一个叫做 外国人投资地产的 那个协会 它有一个数据统计 就是说的话呢 外国人 特别是中国 Chinese 中国人 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还是看好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survey 86%的那个foreigner 特别是主要是 他主要是Chinese 86%的中国人 对美国的房地产 还是非常看好 他做了一个调查嘛 就是民意调查一样 就是survey 86%都非常看好 而且86%都表示 我在美国愿意维护 我先有的房地产 我不会套现 而且的话 我还会在将来 会投入更多的房地产 在美国 所以这就是 这个东西 我这人是比较讲究的是什么 数据 让数据说话 咱们你证 我证 都没有必要证 数据就明百告诉你 个事实在这 是吧 那这个的话 这个也是第三方 第三方公司去做的这个 不是公司 是一个协会 做的这个数据调查 那86%都觉得非常看好 那而且的话 你看现在的买房热潮 也是特别高涨 总体说来 民意的话呢 或者民情 民众的感觉 还是对美国的房地产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的话 你要再细化一下 那这些 这些从中国来 美国投资的 大部分他们投在哪 他们主要是投在 哪几个城市 哪几个州呢 其实的话 前三名的话 是这样排列的 就是纽约和洛杉矶 洛杉矶纽约 是避免第一 也就是说 中国从美国 从中国来 美国投资的 房地产的 Investor 主要是集中在 洛杉矶和纽约 他们这两个 两个城市 就是避免第一 然后第二名的是 你能猜得出来吗 给你一个 第二名 第二名 夏图吗 你好厉害 我知道 这个夏图 好像很多的 对 第二名是夏图 北京遇上夏图 对对对 那第三名的 能不能猜一猜 第三名 第三名 底特律 不是 湾区 对 旧金山 旧金山 对对对 所以这几个城市 也就是洛杉矶 纽约 西雅图 和旧金山 是中国 Investor 来这里买 房地产的时候 他们去的最多的 最集中的地区 当然也包括 近年来的话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投资 Investor的话 就会去 比如说也会考虑 Houston Arizona 就是Texas Texas Arizona Phinx 或者是说去 Florida Orlando 这几个区的话 也相对来说 比较 比较popular 但是最popular的 还是洛杉矶 纽约 Seattle 和那个San Francisco 这几个地方 是 Cindy 我这边有个问题 这个是我 常年以来 总结出经验 但是这个问问Cindy 专业人士 对不对 像我家房子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是几天前买的 40万左右 好吧 这个投资是首款 首付是25% 也就差不多这个数 对 然后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每个月 其实我这个利率并不低 当时我拿的是4点多 4.5左右 那当时呢 我是有发现 我每个月的支出 也就是代表着我这个房贷 然后还有呢 就是地税 还有HOA 杂七杂八的 这些费用加一起 正正好好 等于我的房子 如果是出租 这个房子的一个回报 所以这也是让我想到了 很多的房子好像都是符合这样的规定 这个房租 如果说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正好是cover我所有的费用 所以就像很多人在说呀 说如果说在美国 你要租房的话 其实您在变相给房东养房 所以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对的 是的 我完全同意 我是不愿意做房奴的 我是要做地主的 地主婆 其实做地主了 这有个好处 就是在于租金拿上来之后 虽然全部cover我费用 虽然感觉像是不挣不赔 但是您房贷这些钱 其中有一定的是本金 就代表着别人是帮你是交这个 这个这个本金的费用 你攒的钱其实是从这来的 是吗 Windy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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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于是说 你的租客是在帮你团贷 但是你说的这个是正好持平的情况下 其实的话 到底是不是有supply 还是minor 现在我赚了 因为现在利率低了 对 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说完全取决你手款放多少 还有你的利率是多少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 就是你的每个月的按揭会多少 然后的话 根据你的租金 所以说这个不能说完全一样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话 都是愿意就是说 你放最低的账配免手款 然后都以最低的利息来投资 这是最 怎么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什么 叫做杠杠 你的杠杠 Leverage是最高的 最大化的 然后你的那个 这个就是说 怎么能够把杠杠的最大化 就是最低的那个限额 就是当配免的最低的要求 最低的限额 然后的话 对 就是说你能够有些 像有些人的话 可以弄得更低的 比如说他有些特殊情况 像老兵或者干嘛的 他有一些这样政府福利 他可以放很低的当配免 或者甚至不要放当配免 有这样的福利的话 然后的话 当然一般正常来说的话 是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的话利率的话 所以说我之前在节目里 之前的节目也说到 一定要货比三家 那个shopping mortgage 一定要是找不同的贷款 贷款公司多比较 不要就是说 你要在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因为我会都比较 而且的话 我因为常年做这个的话 我已经知道 大概是哪些贷款专员的话 它的强项是哪些 比如说有些是比较多 能量更强一些 那哪些的话 它可以就是说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利率 或者哪些是多 将不弄 所以说你大概就比较了解 那些贷款专业 他们的特长了 或者是他们的强项 但比较方便 你就给客户也好 给自己 包括我自己也是investor 我就知道去找谁 做什么样的贷款 所以这个是个优势 就是说你必须 在这一行里 做这一行的优势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总结来说的话 其实的话 你这种就是说 以防养贷 就是说的话 你可以让 但这个防养贷的话 是你的租客 来给你养这个贷款 是这样的 是的 那如果说决定 已经投资了美国房产 如何选择回报率高 成本文护低的房子呢 该选择自住房 还是投资房呢 这个答案太简单了 我觉得都不需要用 我觉得 我自己本人觉得 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 哪个更好 当然这个的话 就是非常 因为你想想看 又要什么回报高 回报率要高 然后的话呢 又要很低的 就是说你的 成本维护 成本维护 或者是说 你也不需要超什么新 那你说 一般人说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 你总得要 something has to give right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那怎么能够 同时能做到这两点呢 就是说你又要回报高 又要made it slow 那这个其实 你要是说在自住房 和那个商业地产选择的话 那当然答案是 commercial 那肯定毫无疑问 是商业地产吧 然后给你一句为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为什么是商业地产更好 第一个 商业地产的回报率高啊 这还用问吗 你要是有这个资金能力的话 那商业地产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发现有些 有些那个投资者 他呢 有这个资金能力 但是很可惜 他选择买 比如说他选择买10套 10套自住房 然后那投资房去做 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 不是他的 就是说 我大部分讲到为什么 但是 但是我觉得不是最好的strategy 不是最好的策略 当然做商业地产 它的那个 它的回报率高 这个毫无疑问 用数据来说话 你看过去15年 过去15年的话 那个商业地产 它平均的回报率 大概是在12.7% 那你看看那个 SP500 Index 就是它的那个 SP500那个叫做 指数基金吧 就是股票指数基金的话 它是8.8% 也就是说15年里 它的平均收益是8.8% 而商业地产可以达到12.7% 而且的话 相对来说 商业地产比股票的话 你想想看 还是它的风险 相对来说 还是稍微低一些吧 它的那个strategy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上涨下下 跳动那么多 所以说 总体来说的话 商业地产 它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一点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优势 然后第二点的话 商业地产 它的租客质量高 因为什么商业地产 它的租客 很多事件 很多case的话 它是什么 corporate 就是说公司 它大部分情况 不会是个人 个人的话 这个就比较头痛 因为什么 租租房 个人又是家庭 它这个里面 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就比较emotional 而且那个什么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也好 能际关系也好 或者包括这个租客的 家庭情况 稳定性好像也不太好 对 还有收入 这些东西 都是很大一个风险 OK 但是如果你的租客 是那个什么 是个公司 特别是这个公司 是被它的母公司 比如说 比如说Starbucks 西马克 西马克 这实力多强大的公司 他们签租约的话 如果给你签是corporate 他们公司 总不给你签租约 Oh my God 这样的机会的话 如果我能拿到 或者是你能找到 我觉得你应该 money都应该消息 你想想看 你有他的corporate 给你签这个list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他会default 他会不交你的租金 是吧 那这个质量很高 而且这个什么 它的好处在于什么 你不用担心受垮 就是说他不会 什么时候 指定哪天 他不给你交房租了 你还得去 去发驱逐令 特别是现在covid 驱逐令 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弄 你说这个不是 至少 至群烦恼吗 是吧 那你有corporate的话 corporate它不会 一般情况下 它很少会有这种情况 它的概率比较低 公显概率 因为它的话 它除非它是 去file bankruptcy 宣布破产 那这种情况有 但是很少 特别是你在 先选租客的时候 你可以好好把关 这个你完全可以选择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 三个月电厂 它的租约很长 你说你出租房子 它的租约一般都是 一年12个月 那算是长租的 短租的话甚至还更短 三个月六个月 这个坏处在哪里呢 这么短的租约的话 就是你的tune over cost 就每换一个租客 你要去做个维修吧 要粉粉墙吧 你要去 而且还有控制期吧 你想想看 你中间前一个租客 和后一个租客 你有什么vacancy rate 就高吧 你的那控制期就 大率就大嘛 或者是有一段控制期 那这都是对你 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 都是损失 都是损失 都是loss 而且的话你这个 怎么说呢 你这个tune over 又那么频繁的话 你这个说实在 总体来说的话 对投资者不是很好的事情 你要的什么是tune over 他的什么 租客的租化率 越低越好 而且时间 也就是说租约越长越好 然后的话 你没有控制期 那是最好的 或者甚至最minimal的控制期 那是最好 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一点 那就是好的商业地产 就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不需要担心 一般他们的租约 基本上 至少我平常做的case的话 我做的很多transaction 都是10年 是15年以上 而且他还有什么 auction to renew 他还有那个租客 还有全case吗 可以再续约 比如说他20年的租约 他还说我还有可能三年 三个五年的续约 也就是他可以再续约三次 每一次的话 是五年 是 等于是20年再加15年 那35年 特别是银行 就特别面倒他的租约 像我记得有一个银行 我忘了在哪 我记得是在Pasadena 他在那个location 大概待了 我忘了是50年 还是快60年了 那个bank 你说你要是这个房东呢 你根本就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这种租客的话 他也不会说 明天打了包 就走人 或者是说不叫你帮住 这个是商业地产的优势 这我突然想到 这个一个案例 说是像是我们知道 很多华人超市 其实他怎么挣钱呢 他这个做超市不挣钱 他主要是把这个地买下来了 他弄个超市 旁边的这个plaza 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什么 其他的房间 他是租给这个商家了 他主要是其他的地方 这个地产挣钱 是吧 Cindy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每人做那个retail 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有些开发商的话 他在开发那个retail center 就是说那个像购物中心一样 发展 他在没有开发 他甚至没有做之前 他的number one job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你刚才都说中了呀 刚才 什么 他number one是什么 做超市 他就找一个anchor 那个anchor tenant anchor tenant 就是说 anchor知道吗 就是船上那个铁毛 知道吗 知道知道 就是铁毛 铁毛一放下来 一放下来 就等于定位了 就是要一个 能够把船定住的这种 能够把船定住的这样的租客 就是大的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Ralph 或者是 什么一些那些 其他的购物中 比如说 我很少去购物 所以我都不想不起来 我知道 知道你意思 是的 我妈都 平常都我妈去 所以我想不起来 还有哪些超市是 买菜的那些东西 我很少去 像HR 像你在华人超市 有HR 168之类的 明白 还有那个什么大华 像这都属于anchor 对 都属于叫做anchor tenant 所以说很多开发商的话 他们在没有准备建之前 他们或者是 或者在同事进行 或者是在这之前 就去找这样的anchor tenant 找好了以后 他只要有anchor tenant进来 入住以后 他旁边的商家就好谈了 就好谈 就好谈那个租约了 就好比较好谈那个合作了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一个strategy 跟你说的一样的 就是这个策略 所以心里 还有刚才 您说 刚才还有就是 还有几点 就是关于那个 商业地产它的优势 我还没有提到 还有一点呢 就是商业地产 我本人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什么 TripleNet 可能很多人不做 很多人不做商业地产投资的话 可能不太了解 TripleNet什么意思 TripleNet的话呢 就是它包括 就租客付什么 保险 是 Property Tax 地产税 还有那个Minnance 维护 OK 那就是你等于是说 你可以当 甩手掌柜 这是最 这是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什么也不用管了 什么都不用管 唯一你要管的话 如果是你买这三个立场 你有贷款 你要还一个按揭 如果你是现金买的话 你都不用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建议客户 特别是在V3D的时候 不要用现金去买 这种投资物业 最好是 利用它的 Leverage 它的杠杠来买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起到 更多的杠杠作业 你可以买更多的 更大的 这个的话 你的投资回报率 就更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long story 很大的一个话题了 但是总的说来的话 Tripernet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 就是商业特展的 地产里面 一个特别好的特质 就是有这种 Tripernet的可能性 然后有些人问 为什么这个租客 因为我有客户问我 这个Tripernet 是不是每个租客 都会有 要提供这个Tripernet 也不一定 不是每个租客的话 都会说 商业地产租客说 我愿意 签Tripernet 也不是每个商业地产租客 会这样愿意做的 OK 所以就看你的话 怎么去跟他谈这个 这个lease agreement 因为有些什么growth 或者是modified growth 它有各种不同的 那个就是那个租约 那Tripernet当然是 对那个房东来说 是他最喜欢的 但是这个具体的话 你需要去跟那个租客去谈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对租客来说 他要Tripernet 一般是好的corporate公司 比如我刚刚提到 新马克 Starbucks 还比如说Walmart 那你就可能也会问 那说 为什么他们喜欢Tripernet 为什么他们愿意去承担 这么多麻烦事 又要付这个又要付那个 都把这些责任都 或者是要做的事都懒了 自己身上肯定有某种原因吧 是吧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新马克的话 你想他们包括像Starbucks 或Target这样的公司 他们要维护他们整个什么 他这个店铺的 整体的什么 整体的那个一致性 consistency 所以他比如说 我这个建筑 我要什么 气象像那个Target 我要是弄成那个什么 红白色 然后那个是像Target 我要需要是绿色 或者是这种风格 我可以control 如果我做maintenance 我包括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责任上 那我比较方便去做maintenance 我要怎么修改 或干嘛 怎么换 怎么去维修 我可以按照我自己意愿来 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 如果是说 房东要去弄的话 那房东不一定说 你想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了 是吧 房东说 我可能要节省成本 我可能不会给你弄的 你想那么fancy 我可能随便给你弄弄 那这样就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corporary公司的话 大的公司 他是比较自己愿意做 Tubernet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可以比较 have more control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三级地产 他有一个 另外一个更大的优势 就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比住宅房 就是高于住宅房的优势 这个就跟他的 他的什么增值 或者是他的 叫做什么 他的价值的提升有关 如果你是做住宅房的话 你想想看 Rain 你现在房子是40万 比如说你将来要 你是想 你上台找我 你说要卖房 那我随便 我忘了我当时 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报告 具体是多少 假设说 现在可以卖50万 你写的是43 但是 我不管 我不管多少吧 然后我就假设说 就是为了方便算数的话 你说买了40万 假设说现在 你心里的期望值是说 你想卖50万 那好家伙 心里期望是100万 当然了 我也 我也 明白 讲我们比喻嘛 就是50万 假设 假设说 对 假设说50万的话 你心里的期望值是50万 我假设说50万 但你有几个邻居的话 有几个邻居 他想借卖 他好家伙 他说或者他们 某种原因 或者是个人原因 或者家里原因 或者经济原因 could be any reason 有几个邻居 他们卖了 例如说 一个卖35万 一个卖38万 那你想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着急 那肯定着急 那肯定着急 你想想看 你肯定跑了人家 就敲门 半夜都敲门 你干嘛卖那么低 不行 把我们的市场 全都捞乱了 你这样卖低的话 那我们旁边要卖 我们不好卖了 是吧 这就是住宅房的 最大的缺点 缺点 缺点就是什么 缺点就是 你的房子的价值 有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什么 你周边房子的价值 的那个 叫做成交价 或者售价的影响 OK 那这样的话 对你来说 你可能觉得 那别人卖那么低 我可不心安全 想卖那么低 但是人家卖那么低 你也控制不了 你也管不了 那这样的话 多少都他卖低的话 对你影响 也就是说 你的那个住宅房的价值 它是很大 很大的程度上 或者是百分之 百分之百 程度上 是什么 取决那个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 经济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但是我说 很大程度上 是取决你周边的房子 或同一社区的房子 他们的那个成交价 而影响你的房子的价值 所以你看 折楼上的估值 折楼估值的话 其实很不准确的 其实是很不准确的 我不知道 大部分人还会用折楼 但是因为 他习惯嘛 没有其他的那些 如果你不是 有执照的agent的话 你没有那个access 你没有那个 进官方网站 去查那个 房屋的价值的 那个平台 那你只能依靠 养赞 比如说 养赞那个 折楼或者 Refn或者Tulia 去查的那个 房屋的价值 但其实很大的情况下的话 那个那个 它的评估是不精准的 但它的理念 是按照什么来的 它就是按照 你周边的房子的 最近的成交的价值 来推算你房子的价值 但是你要注意看的话 在那个 折楼的网站上 它有一个很小的disclaimer 有一个那个什么声明 官方声明 就是他们的那个估值的话 其实 他们的估值的话 其实是有误差的 它的误差 我记得上次 我忘了具体多少 我记得好像是 10%到15%的误差 哇 这个很高啊 这误差 对 对对 所以 但为什么他要这样 定那么高的误差呢 其实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 折楼公司 是为了保护他自己 你想想看 如果是说 他要真的能做那么精准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stand division的误差 算得那么大呢 他为什么不能说 5%的上下浮动 而是说10%到15%的上下浮动 那是很大的浮动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数据不是特别准确 他不能够进你房子里 去看你里面 到底有没有升级 OK 或者是说 或者是其他你做的一些 比如说装上太阳能啊 或者这些七七八八的 可以增加你房子价值的东西 他真的没有这些 很细节的数据 他的理念 他的theory 他的理论就是什么 就是根据你周围的 房子的价值 成交的价值 最近的成交价值 推算出你房子的价值 但并不准精准 但这就告诉了你 你的房子价值 其实受你邻居的那些 房产的成交的价值的 那个影响的 但是商业地产 不受这个影响 商业地产 它很大程度上是什么 它也有多少 有一点点 但是它很大程度上是什么 是跟他的那个 cash flow 他的现金流有关 也跟他的收益有关 所以说像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用cap rate来说 cap rate来算 那个商业价值 其实就是什么 你用你的那个 net operating income 就是你的每年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纯的 纯收入 净值吧 可以净收入 除以你的买价 或者卖价 它可以算作 cap rate来 那这个的话 就就可以告诉你 就凭这个公式 这个算法 这个公式 就可以告诉你 它不是按照comp来算的 它是按照你的 租金的收入来算的 租金的收入来算 那这个好处在于什么 这是可控制因素啊 是 你说你的邻居 要卖房 要借卖 那是不可控制因素啊 是吧 或者是相反 你的邻居 很不现实 unrealist 你的邻居要卖高价 OK 那你这里着急卖房 你只想按市价来卖 你的邻居偏偏要卖个高价 那你 当然对你来说 这是好事啊 OK 所以但是我就 我说这个举个例子 就是说的话 很多情况下 住宅房是受到 你旁边的那些 房子的成交而影响 但是商业产 不受到这影响 但是它是什么 受cash flow cash flow影响的话 是可控制因素 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就像那个什么 就像酒店一样 你去收购一个酒店 那你在收购之前的话 你做了功课 这个酒店之所以经营不散 你可以低价收购 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经营不散 经营不散 那你是很有信心 你可以把什么 把他的管理团队全换掉 你可以把这个经营 这个管理的话 做上来 做管理质量提高 那从而什么 可以提高这个什么 你这个酒店的收益 提高酒店的收益的话 你收益提高的话 你可以转手卖个好价钱 那是什么根据呢 就是你的revenue 同样道理 跟商业地产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把你租客换掉 你只要找到一个好的租客 你的收益上来 租金上来的话 你这个房产的价 那就就上来了 也就是说的话 这个商业地产的价值 它是可以控制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可去改变的 对对对 可调控的是吧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有人说 美国的房子是消费品 而不是投资品 您如何看待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话 你当时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偏激了 怎么说 我觉得很片面 怎么说呢 就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所以你认为这个还是美国房子有投资的价值 所以这句话并不准确 不准确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就像你说有点断章取义吧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因为美国房价可能很多人认为 他的这个成本比较高 但是他也没有看到他收益的一边 对不对 收益的这一方面 那个statement有点笼统 为什么说笼统呢 其实不能够这样盖棺定论呢 因为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到底是不是消费品 还是说投资品的话 取决于你买房的目的 OK 如果你买房 当时你买房的话 你是作为什么 享受 这个是我自我享受的自助房 那你如果是既然把它当作 自我享受的自助房的话 你就不要把它认为是说 你要用什么回报 那像有客人的话 或者是client的话 他想 我就是想买在海边 我就是要花高价钱买在海边 我即便一个月 一年回来几个月 我就喜欢 又不想别人打扰我 这就是我的什么 escape 这是我的那个 我休养生气的地方 我休息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 他把这个就完全当作是自己的 那个一个enjoyment 他自己的luxury enjoyment 如果是他的享受品的话 那当然那就是消费品了 因为他没有抱着什么 没有抱着去赚钱的目的 去购买这个物业 但是相反 有些人的话就说 我就是来做投资的 那我就是要赚钱 那什么 我就看 我要赚钱的话 我看哪里收益高 那投去 学区房不错 我就买学区房 这样的话 那我那个什么 我好出手 而且的话 那个增值又快 然后的话 我租金也可以收到很高 但是冒着这种目的 这种心态去投资的话 他那个就可以定义为 那个什么投资房 但是的话 其实很多情况下 这两者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消费品和什么 和那个投资品 把这两个合成 合在一起 有一个scenario 其中一个scenario 什么叫做 叫做以防养学 以防养学 我有很多客户 我有很多客户呢 就是这样来做 就是说从2013年 他买了房 买了房 那个时候正好 你说这个 那段时间的房产的话 涨得非常好 涨势 涨幅也很大 然后他呢 就带孩子在这里读书 带孩子在这里读书的话呢 那肯定 你就住在这里面 那就算是资助房 是吧 那资助房 那住完了 读完了 比如说高中读完了三年 那他就 哎呀 孩子考到博士顿去了 那就准备把房子卖了 又赚了一大饼 那这个 因为涨得很快嘛 二位板涨得很快 赚了钱 那等于他这三年的话 吃住开销 所有的东西的话 其实根本就没花钱 因为他呢 卖了房的话 赚了钱 基本上 要不就赚的还多了 还有 surplus 还有什么 而且呢 还有盈余 还有盈余 对 所以就说的话呢 他这个就是以防养学 但他又是自助房 他又什么 又是投资房 他这合二为一了 然后的话呢 你还有什么什么 有什么把这个 像你这种类型的话 就是属于 也可以把它当做是合二为一 怎么说呢 你的房子是你自己住 但同时的话 你别忘了 作为自助房的话 你是 我记得你是有绿卡的 是吧 你有绿卡 那你什么 你可以享受 你们两夫妻可以享受 50万的就是资本利得 那个capital gain tax exemption 可以扩免 这样的话 你有50万的话 你可以不用交资本利得税 那你这样可以滚雪球 可以滚雪球 你这次 你能卖了这个房 然后你说 我这里面的 比如说我赚了一些钱 正好在50万的范围之内 我不用交一分钱资本利得税 那我把这个钱买的话 我可以就换成另外一个大的房 然后这样你可以滚 滚雪球这样弄 我自己也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经常换房 就是因为什么 我就这样滚 我很喜欢 因为这个不用还不用 当然我的福利美女的高 作为单身 我只有25万的免税额 你结婚的话 你是已婚人士的话 你有50万 但是这个也不能做太频繁了 你在五年之内得住满两年 而且的话还有限制 你每两年才能做一次rover 就这样换房 所以说也有某种限制 但是的话 你如果有这个福利的话 为什么不用呢 所以说这两个策略的话 你可以完全就是把这什么消费品跟投资品合而为一 合在一起了 combo 其实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是吧 对 没有黑与白的界限 对 没有黑与白的界限的话 消费品 投资品 其实这两个可以合而为一 当然你要买的时候 你首先你的目标要明确 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 怎么说呢 你到底是以投资为目的 还是自助享受为目的 这个观点的话 我觉得你首先自己要认清楚 明白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的赴美职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甚至很多国内明星啊 成功人士 包括商人都已经爆出在美国背后 这有一套房产 所以这原因是什么 哪些人适合在美国买房呢 Cindy 哪些人适合在美国买房 就是说 我觉得总结来说的话 中国人在美国买房有这么几条 一个呢 就是应该是做那个 就是安全起见吧 我 这个好像多少 我不太喜欢谈政治 但是多少涉及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钱的话 即便在银行里存着你的名项 但是说实在的 你也指定哪天这钱就不是你的钱了 可以资产冻结 我是昨天前天有一个 也是agent朋友跟我聊天 就说的这件事了 就说呢 他有一个客户 也是亿万资产的客户 因为我正常跟他在聊 我那2300万的房子嘛 那个房产 跟他聊他那客户 可能有兴趣 然后就聊聊聊到就说 哎呀 他有兴趣买 可是现在那个钱啊 就不翼而飞了 他那个亿万富翁的话 那个亿万富豪的话 他那钱准备把钱转到美国来买房 房也看好了 什么都准备了 准备好了 觉得哎 什么路子啊 什么都看好了 就把钱汇过来 哎 诡异的是什么 这个钱从中国 他的账户上出去了 但这边的话 没收到 那钱就这样 像蒸发了一样 就莫名其妙 谁的原因啊 呃 据说啊 这个是我 我也不是说 对中国这一方面 我很了解 但是据说的话 是中国有 什么好设立了一个叫什么 资检局 还是资 资查局 专门检查这种 大笔 大笔量的 那个国外 汇国外的 那个资产转移的 这种 这种那种 transfer 这种 电汇吧 所以他们 好像要做某种 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 还会给你放款 或者是 也许不会放 放款了 也许会放 但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 有这种case 就是这种 就是说 你的钱就不翼而飞了 呃 所以说 这个就说明了 很多人的话 其实就是为了取到 就是放心安全 因为觉得在中国的钱 不一定是点钱 然后放到美国的钱的话 那肯定从 呃 更大的程度上来说的话 会是你的钱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从安全角度来 考虑的一个考量 嗯 那这种人的话 当然就愿意把钱 放到美国来 然后既然钱到了美国 呃 如果他要是对美国的 资本市场 不是很了解 不愿意投资 股票 或者是债券 呃 说的股票 我很伤心 我当时Tesla没买 没买多啊 我买了 但是 哎呀 我一股都没买 我买了 Tesla买了 Amazon也买了 苹果也买了 但是我都没买够 我现在很会 当时我当年没买够 Anyway 又跑说岔题了 好 所以说适合这种 这种是有这个巨额资金 哎 这些人 还适合哪些人呢 嗯 还有呢 就是有些人的话呢 就是说 哎 送孩子来美国读书 哎 送孩子来美国读书的话呢 就是希望孩子在这里 能够送到美国教育啊 嗯 或者是 各方面的原因 或者是这里的空气质量更好啊 或者这里的食材更安全啊 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把孩子送到美国来 或者是读书 或者是安家 安家落户 那这样的话呢 因为想想看 如果孩子就是自己的延续嘛 大部分人都这样想 所以说的话 既然孩子到了美国的话 他可能也要考虑到资产转移嘛 最终的话 这资产也很大程度上 也是给孩子 呃 咱们中国人的父母亲 真的是 可怜天下父母亲 太伟大了 非常非常 对 非常非常的 就是互小 所以说这些钱的话 呃就会 肯定就要来美国 嗯 那这个的话 来美国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很大的程度上 大部分人都愿意买房产 呃 觉得房产是最 因为房产最稳健的 而且是风险极低的 那个稳健投资 呃 所以说这个也是第二种人群 然后第三种人群 我忘了 应该是 大概 怎么说呢 呃 还有某些的话 我觉得是有些洗钱的 那个可能啊 我不能说这个可能是 大多数人 不能说是大多数人 可能有极少数人的话 是有洗钱的这个动金 呃 或者是国内有些钱 不一定是说呃 比较合法 然后通过呢 他最快的洗钱的方式 无外乎就这么一样 一个是通过什么 投资地产 最简单的 然后就是 门售保险 还有就是 像现在又还出了比特币呢 就是比特币 他也可以做 呃 然后这些呃 各种各样的洗钱的手段 那个房地产 当然还可以通过什么 赌场 也可以出来 但是就最简单直接的 呃 最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买地产啊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 呃 怎么说呢 非常简单的一个 呃 洗钱的方式 呃 所以这是 但是这是少数人呢 我不能说是大多数人 是这样做 呃 还有呢 就是呃 买买买来美国 就是想把资产多元化 比如说资产的话 在海湾有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新加坡 非洲 呃 呃 加拿大或者是 呃 包括欧洲都有 那他说的话呢 就是资产多元化的话 就是不把鸡蛋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 是 你这个篮子一掉的话 全都坏了 所以说他把他的资产 各个全世界都配置一些 那所以说的话 自己他的动力 带到美国来 所以以上的话 应该是我觉得 大部分吧 总结来说的话 呃 是大部分的原因 嗯 明白 好 是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 很多国内明星成功的商业人士 都爆出拥有一套 或者多套的美国房产 那最近啊 我听说这个网易的CEO 创始人 这个丁磊先生 其实花了2900万美元 买下了这个马斯克的房子 那关于这一点 对 Sindy你怎么看 我当时一看 我就 我就懵了 我说 are you kidding me 我当时真的觉得懵了 我说觉得那房子 怎么说 我第一反应就是 这房子不值那个价钱 2900万 太贵了 不是 不是太贵 有些房子的话 他有那么 比如说有些房子 他是2900万 那他值那个价 但是呢 我觉得2900万 买在Berry 他是买在Berry 不是在Berry 不是在Hollywood 他并不是说 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Berry 他也是一个高档住宅区了 但是他的住宅人群不太一样 跟那个什么 像Berry Hill 还有好莱坞 那边都是什么 就是富豪 或者是商业 翘鼠 还有包括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就是明星 都住在Berry Hill 比佛丽三庄 或者是好莱坞那一块 但是Berry 他属于什么 他是属于中上阶级 不能说是顶流阶级 他属于中上阶级 大部分就像 比如说 名牌律师 或者大牌律师 或者这些白领 那就是高档的 或者是白领 住在Berry 比较多 我认识好一些朋友 专业人士 包括上次 我们做节目 那个 你记得我到 快20年的好朋友 叫什么 Chris 我的话 叫什么名字 叫Chris Fomberg Chris 昨天还在 昨天还跟他在聊天 每次跟他聊天 他都想把我当着学生一样 要给我好好的教导一方 所以他就住在这儿 他就住在 他就住在Berry 他就住在Berry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丁磊买房子的地方 所以那里不算是 顶尖的富豪学 他只能说是中上 大部分的话 是属于白领阶层 住在那一块 那个房子的话 是Mask 在2012年 以1700万买进的 入手的 他在那一块 有六栋房 他六栋房里面 大部分都亏钱了 就他卖给丁磊 这一栋房 他赚大了 是啊 赚了一倍多呢 他太夸张 他1700万卖2900万 他原要价是3000万 他等于是只砍价 砍了100万 说的不好听点 我真不知道是他自己 是怎么说 因为是Mask 那个Mask的房子 Mask的房子 他觉得有这种 怎么说呢 一种偶像 或者是英雄情节 想买 或者是出高价钱去买 不是这个原因 或者是他的agent 忽悠他了 我都知道 你来怎么说 我说 如果你作为他的agent 你这么明显 这个价钱 价值不值 你都看不出来 我觉得Mask标数多了 至少七八百万 到1000万 还是赚足了 在这一栋上面 至少 其他他卖了六栋房 就在那一块区 同一条街上 他有好几栋房 他卖了六栋房 其他的房 或者是基本持平 或者是亏钱 就卖给丁磊这一类 他就斩了一大笔 就等于是真的斩了一大笔 基本上把他其他亏损的可能也就补回来了 我真的觉得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还是找一个靠谱的agent 比较靠谱 就比较好 是不是 对啊 对 这个真的是这样说的 我跟你说 找的agent的话 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是 我就是总的来说 总结来说 找agent 你一定要有经验的 一定要要有 知识储备量要高的 还有什么 就是有可信赖的 这三点缺一不可 你别说有经验就有知识量 这不一定 我跟你说 我团队上之前有一个agent 他在这行做了很多年 怎么说也有差不多小十年吧 那经验丰富 经验应该说是丰富的 但是呢 特别懒 我经常督促他 好好充电 定期学习 从来不上我 因为我定期会给团队上coaching 会给他培训 或者是上去做一些training 他从来不参加 从来不参加 我跟他说多少次 他也不会参加 所以说经验是有 但是支持数量太低 每次要 或者是有一些大的case 或者有些比较复杂的case 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 我说天哪 我这个时间段 你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着急啊 他说我这个房产 我得有几个问题 我搞不明白 怎么做了 我说你 他又不来上课 你临时临证 也来抱火脚 来找我 来找我咨询 哎呀 那整个有好几次 把我 我都忘了 有一次好像是快午夜了 把我给递拉起来 从床上 给他接电话 哎呀 我真的 所以说有经验的人 做了十几 他做也差不多那个时候 他应该是大概三四年前吧 也做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有经验 但是支持数倍量 很多很多知识研 他自己弄不清楚 自己都弄不清楚 所以experience和knowledge 是没有等号的 但是有knowledge的人的话呢 他也不一定有经验 为什么 有些人的话 他特别喜欢专研 哎呦 我天天就是专研 拿那本书 哎呦 很能够只善谈兵 你就是说你那个什么 就是说知识量有 但是他真的是 就是说比较热衷于去学习 没有真的是发挥到实战上去 所以他有knowledge 但是没有experience 所以说为什么我强调 有experience 还要有knowledge 其实这两个其实不是等同的 你不要以为别人有经验 就一定有knowledge 有knowledge就一定有经验 no 他们中间没有等号 所以说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 那个category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要找到能够可信任的人 这是最关键 比刚才我说的那两个还要重要 因为你没有knowledge 或没有experience 可以问别人要 或者是让别人帮忙 但是这个人不可信任的话 如果是说真的要给你 或者是怎么说呢 要整理的话 或者不是说整理 或者是说出于某种私利 要怎么样去弄的话 那真的你就给开产了 我之前好像跟你谈过 聊过这件事 因为你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agent 瞒着owner 在国内的卖方卖家的话 把这房子给卖了 你记得吗 然后卖完了的话 owner还不知道呢 这个很夸张 所以说这个真的要小心 这个agent能不能值得信赖 或者是可靠 这个是number one 然后experience knowledge的话是可以说是number two 总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要是不太了解房地产的话 最好就找专业人士去做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那有些人的话 像我 上个星期有人来跟我说 他说 是我团队上一个agent跟我说 是有一个客户 他想去买房 想自己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业主去谈 那我说 我说是新房还是那个二所房 我说新房稍微 新房里没什么风险 也有一点点 就是比如说 在某些地方给你把关 但是的话 我说你要买二所房的话 这个风险就大了 如果里面出了些皮肉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不好收拾了 那有些人的话呢 不知道是为了某种原因 或者是某种目的的话 那往往就是需要 预期担这个风险 我觉得这个风险 其实会很多时候是影响是大 就是简直嘛丢了希望 明白 好 今天要感谢 Cindy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当然这个我还是要说 如果说是您关注房产市场的话 一定要扫一下 右下角的Cindy团队的二维码 您可以获取最新的房产资讯 当然也可以是同样有需求的话 也可以联系Cindy团队 好不好 那同时呢 我要您说 我想我差点给你忘记跟你说了 我刚才说到那个 就是那个丁磊买的那个房子 它是2900万买的 是 我还想插播一下 就是我真觉得不值的话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自己手上有2300万的房子 在好莱坞再卖 这个比例要强是吗 我手上卖了这2300万的房子 原价是3000万 这样的2300万 但是房子全新的 还没住过 全新的 而且是无敌的300度的海景 山景和城市风景 那个什么 他买马斯克的那个房子 还没有景色 这个呢 是什么 坐落在山头上 有三一亩的地 你等于是买了这个的话 你旁边还可以再花1100万 买两亩的地 加上这个房子本身有的一亿亩的地 整个山头你可以就当那个 当那个什么 这个整个山头就是你的 就是你自己的帝国了 一条那个什么山车道上去 我不知道那个 Tia能不能切紧张图 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我看到了 刚才那个地雷的房子放了没有 可以比较一下 那个 大家都可以比较一下 你看地雷 地雷买的房子 没有风景 而且地区地段也不是 这个是我们的房子 好吧 有风景 对呀 我就想不明白呀 我说2900万 他还不如花个2300万买这个 那这个的话 你像在好莱坞找一个三一亩地 大的那个什么 这个或者是说一亩地的那个房子 有这么好的风景 你真的是打个灯笼都找不着了 是 location都不一样 location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知道地段的话 真的是差值毫厘四十千里 你这个东西 这不是说差一点点 是差很多 所以说买房子的话 地段地段 location最重要 但是我觉得丁磊这个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食物 这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好些朋友都这么认为 好 这个如果说是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系一下Cindy 扫一扫 右下角的二维码 同时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地产世界会在每周六的下午六点 为大家播出 所以我们下周六再见了 拜拜 Thank you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